大家好,我是林孔淮,我是张继霞 很高兴受邀参加《一书一故事》 您朗读《我捐书的慈善公益活动》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 两个故事,从两本书来的 第一本书我们要讲的是 我为自己点个赞 我为自己点个赞 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故事 题目是叫《让自己盛开》 从一个极度自卑的孩子走到今天 我终于发现了上昌的安排原来如此的巧妙 他眷顾每一个生命 给每一个人都偷偷的藏了一个机关 如果你看中自己,找到自己的长处 并把自己的长处发挥的淋漓尽致 你就可以打开自己身上的那个机关 令你的能量像火山般的喷发 你看,不管是怎么样一朵微小的花 都给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 属于自己的一份美丽 小到一朵花 它尚且如此自在的舒展 对于你而言 你又有什么理由去否定自己 轻视自己呢? 记住,每一个孩子都是宇宙间一粒最奇妙的种子 每一个孩子都有可能开出最美妙最灿烂的花朵 找到你的自信 你就可以找到三餐 藏在你体内的那个秘密机关 亲爱的小读者,打开它 你会发现,属于你的花朵已经悄然站定 好,这是从这本书 我为自己点个赞的一个故事 里面还有很多很好的故事 是你们可以自己去图书馆借来读的 谢谢大家